邱騰華致刮救特首 省電膽事件爆布後 曾蔭權一直死撐 昨天出席公開場合 對這件事秘而不談 記者昨天找到一直不肯公開回應的趁家莫錦泉 特首四面楚歌 環境局長邱騰華就連日戶價 昨天還建議原語約美 但完全沒有交代 政府正在用的 多少是菲律普產品 多少是莫錦泉代理的產品 而環境局昨天回覆我們說 政府公佈省電膽政策之前 完全沒有諮詢過電器業界 泰文就繼續窮追猛打 我當然希望特首可以主動來這個事務委員會 和大家交代和要承諾 去檢討自己申報利益的問題 主席我會向行政長官匯報 我亦都會和環境局來商量 我們會提供一份文件 解釋我們現有申報利益的制度 但他沒有回答特首會不會去立法會 那你一定會有免得不明 我會想解釋我們 我會想解釋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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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